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五轮关系 人人把这五轮关系处好 那家庭 社会 就太贫了 那因为这五轮的道理 现在太缺乏去弘扬 去力行 而人不学 就不知道 就不行道 就会 造成人与人 很多的冲突 浩劫 而这五轮的根源所在 在夫妇关系上 尤其女性同胞 对孩子的影响 普遍来讲 大于 先生 因为怀胎十月 对孩子先天的人格 特质 有相当大的关联 有一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都打麻将 后来她的儿子 醒过来 生出来了 知不知道我用心良苦 怕你们打瞌睡 她生出来以后 半夜不睡觉 一定要打麻将的声音 才睡得着 你看她影响多大 另外有一位朋友 她的修养挺好 人也很善良 但是她的孩子比较躁动 我就问她 所以你怀孕那个时候 你的情绪怎么样 她就说到 那一段时间刚好 是在家庭状况 还有工作状况 最有波涛的时候 孩子就受到 很大的影响 我们都可以理解到 小时候 跟父母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父母的情绪 是欢喜 还是生气 是消极 还是积极 我们能不能感觉到 可以哦 都不用讲话 这样都能感觉到 更何况 你跟母亲是一体的时候 那母亲的一个起心动念 你都可以感觉到 她的情绪 为什么周朝可以出那么多圣人 就因为 周朝出了三太 特别重视 胎教 这边有这么多年轻的女性 希望往后的 几年之内 能够出几个圣人 那要学习三太的 三太的 太教 三太是 太疆 太刃 太刑 太事 太太这一个称号 是非常的 崇敬崇高 太太的意思就是 要 教出圣贤人 这三太 太太的称谓 就从这里来 太疆 生了王继 太刃 生了周文王 太事 生了武王周公 这太教当中 是眼不是恶色 耳不听迎声 口不出奥语 纯是一颗真诚的心 所谓 心不妄念 口不妄言 声不妄动 君子所以 纯成也 时时关注到 自己的念头 跟言行 当我们都是一片 这种祥和之气 孩子的先天人格 就会有很好的 熏陶 启迪 除了生出来的素质 比较好之外 出生以后 他六岁以前 常常都是 受母亲的教育 受其教 又 适其宜 时时又看 母亲的 一言一行 母亲假如 非常的温良 空简浪 那孩子自然就在 这个气氛 身教跟 禁教当中 熏习起来 只要有好的 太太 必然会有好的 下一代 所谓相夫 教子 夫妇 而夫妇的相处 彼此很亲密 我们说 嘴巴跟牙齿 不是 牙齿跟舌头 都有可能会 咬到 那夫妻相处 也难免会有 摩擦 这个时候 要注意 一个巴掌怎么样 拍不响 所以 忍一时 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夫妇相处 有一个必修科目 不要说夫妇相处 人生 什么时候 不需要修忍的功夫 面对外在的 诱惑 欲望 要懂得节制 要忍得下来 不然就成为这些欲望 坏习性的奴隶啦 比方说坏脾气 要不要忍 要忍下来才行 要把它转化 佛陀常常说到 多称众生 慈悲观 容易生气的人 就是不容易原谅别人 时时去看到 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些行为 是因为缺乏好的家庭教育 好的缘分 可恶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你的包容心就上来 我们从这里 来看一下中国字的智慧 怒 什么叫怒 会意志 上面一个奴 下面一个心 发怒的人代表他的心怎么样 变成了习性的奴隶 不能自主自己 你看多少人发完脾气 冷静下来 哎呀 我怎么又发脾气了 因为发完脾气 一念称心起 百万帐门开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里 不只伤了和气 还伤了自己的德行 又伤了自己的身体 多么不划算 我们 在君子九诗当中 其中有一诗叫 愤诗男 这个诗指的是 懂得时时 观照自己 反省自己 愤怒要起的时候 要思考到 很难再回到 原来的状况 这个怒火烧起来 刻薄的言语出去 你跟他的关系 想要再回到从前 几乎已经是 不可能了 有一个孩子 脾气特别不好 他的父亲 给他想了个办法 说儿子啊 当你发完脾气 就到后院 那个木的柱子上面 打一根钉子 那这一天 儿子发了好几顿脾气啊 比方说 发了五次脾气 就打了五根 打了一个礼拜以后 这儿子自己吓了一跳 哇 密密麻麻的铁钉 钉在上面 他就开始反省了 哎呀 脾气太差了 开始观照 节制 慢慢的不发脾气了 有一天 整天没发脾气 他跑去跟他爸爸讲 爸 我今天都没发脾气 爸爸说 你只要有一天不发脾气 就去把铁钉 拔一颗起来 那儿子在拔铁钉的时候 内心也很高兴啊 为什么高兴 这种高兴是真实的 因为突破了自己 那是内在成长的喜悦 拔了好一阵子 儿子跟父亲说道 父亲啊 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完了 很高兴 父亲带着他走到后院的木柱子前面 给他的孩子说 孩子啊 你虽然铁钉都拔完了 但是这根柱子已经回不到原来的样子 留下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一个钉子打下去的坑洞 这个坑洞好比我们用恶语伤人 所造成的内心的痛苦 不是你说一声对不起 就能恢复原来的面貌 要愤识难 很多人三年交情 一语寒心 温情全消 几年的交情是因为一句惩恨的话 都化为乌有了 言语愤怒要懂得节制 而我们了解了怒的食指 是自己啊变成了这个习性的奴隶 你要不要做奴隶啊 贪会让我们变奴隶 撑会让我们变奴隶 吃呢 也会让我们永结啊 在那里轮转啊 好 在中国制当中就有解决怒的方法 跟怒还长得真相 如其心素 懂得宽恕 懂得包容 懂得原谅 怒就不见 你看 只要把你的怒气啊 淋淋绞绞绞怎么样 消磨掉 变得圆融一点 素质 如其心 你站在他的角度看 就了解到 哇 他有今天这样的脾气 代表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 得不到快乐 得不到安详 我们应该去帮助他才对 你就能宽恕他 而宽恕了别人 更重要的 也宽恕了谁 宽恕了自己 好 宽恕需要明白道理 当我们把犯爱中学好了 这个宽恕的度量就出来 那在学习的过程 这个怒气有时候还是压不下去 也必须要 善巧方便 用一些方法来对峙 当我们怒火起来了 诸位朋友 你都怎么对峙啊 离开现场 这个就是 衡量到应该撑不过去 还是先退一步好 已经快要假拱了 然后赶快 对不起 我上个厕所 就去上厕所 这样缓和一下就好了 下一次再遇到境界 继续努力把它突破 你不要离开的时候 好 我去上个厕所 离开的时候 把门关得很大声 砰 都告诉别人 你很生气 那也就没有用了 这是一个对峙的方法 还有没有方法 念地子规哦 我爱买乎齐呢 地子规 那个火都快上来了 你要挑几句重点 怒火要上来了 念十句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挺好 来掌声鼓励 言于忍奋至名 这句好用一点 或者你就用刚刚那句 奋施难 奋施难 不过金句一定比不上 念阿弥陀佛来的顺 可以用佛号来调服 而平常就要多念佛 行住坐卧 没事的时候佛号就提起来 有事的时候就专注做事情 你能够念到很心平气和 等你真正遇到境界 怒火才稍微冒点头啊 你佛号就下去了 各位朋友我们去大同百货公司 有没有玩过那个地鼠 那个头冒起来 冒起来 你冒点头你就把它垂下去 再把它垂下去 用佛号把他们都安抚好 平常就要练这个功夫 这是啊 我们要懂得 用对峙的方法 来处理人际关系 而夫妻之间的忍 很重要的是要忍得明白 很多人把忍当作压下去 其实当一个人明白道理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好忍 比方我们刚刚提到英国 他知道一饮一酌 莫非钱定 当他被人家欺负了 他会很高兴 为什么 还债消掉了 今天你跟人家借20万 然后刚好 这一个月努力结束了 把20万拿去还给他 你还完钱的时候 是很痛苦 还是很高兴 对啊 那同理可证啊 当你遇到冤亲债主 他对你不客气 完了以后 你应该觉得怎么样 很感恩啊 因为钱也还完了 你应该无债 对啊 那怎么会难过 还不是不明白事实真相吗 我们常常挂在口里 很信佛 很信佛 真正遇到事的 都是烦恼做主 佛菩萨 到哪里去的 到天边去的 好 要忍得明白 我们也了解到 夫妻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 生活的习性都不一样 你要马上 能够完全契合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循序 健进 先生的水平比较高 就多一个大女儿 太太的水平比较高 就多一个大儿子 一起啊 来共组这个家庭 这叫忍得明白 好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比较重男轻女 很多男孩子在家里啊 啥事都不干 所以真正啊 你跟他一起相处 也要慢慢引导他 如何啊 来做家事 互相分担一些家里的工作 假如太太也上班 你也上班 回来之后 其他所有的事都还是太太做 其实和当先生的 也太不近人情了嘛 那不近人情 久了会怎么样 铁定会爆发嘛 人要对别人的感受情绪 要敏锐一点啊 因为人的情绪一起啊 是会影响自己 又影响别人 在日本有一位江本胜博士 他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对水啊 讲感恩的话 他结晶就很漂亮 对他讲 恶语 比方 我很讨厌你 我要杀了你 他就无法结晶 长得很难看 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举手 请放下 还有很多人没听过这本书 这本书叫 生命的答案 水 water 水之道 我的英文不太标准吧 你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 想当年我的英文还是有及格的 那个 实验证明啊 水 能看 贴个 贴个 谢谢你 贴个 感谢你 他结晶就很漂亮 你贴个 你丑死的 我讨厌你 他结晶就很难看 所以水能看 水也能听 从水的实验已经告诉我们 整个地球 是活的 是活的还是死的 是一个活的有机体 都随着这个地球人的意念 在变化 这个地球的人都很善良 风调 雨顺 在我经过的华人地区当中 马来西亚的环境挺不错的 你看他们都没什么天灾 然后又有石油 又有很多矿产 而马来西亚是华人 主导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福报 因为在华人当中 马来西亚人最不忘本 你看多少地方的华人 现在都媚外 媚养 马来西亚你到处可见 祖宗的池塘 我记得去年底到马来西亚 就是在城市池塘讲课 那个气氛真好 他们当地的华人 假如你是华人 第一张名片 都写着英文 没写着中文名字 他们会当场说 你没中文名字吗 在吉隆坡 有几十间 华人的中学 而这些中学 所有的费用 政府不提供 都是华人 主动 主动募捐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他们那一份 慎重追缘的情怀 这一次 我们在法国演讲 马来西亚地区的朋友 去了五十几个人学习 那一股精神 也时时在鞭策着我 要以他们为榜样 确实 人心善 赶来的境界 就是好境界 而 我们要思考到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言语 会影响水 而我们的人体 水占了多少 对啊 占了百分之六十几 将近七十 当我们起一个恶念 你全身百分之七十的水 都怎么样 都变坏了 损人绝对不可能利己 我们有没有看过呢 很多那个 非常尖酸刻薄的人 然后活的 寿命很长 很少见 尖酸刻薄像 都很短命 刻薄成家 礼物酒饷 他收割来的财物 他根本花不了 就死掉了 损人绝对损己 你恶的念头 恶的行为 还没有伤别人以前 首先已经伤自己 言行尚且如此 恶的念头 别人都还没有受影响 我们已经把身体搞坏掉 而利人绝对怎么样 利己 善的念头出去 自己的细胞 先收到 我们感受一下 每一次你把经典 从头读到 读完以后 你的身心状况怎么样 觉得很清凉 很舒服 那是你的细胞 你的水分 都已经 往好的方向 在发展 那不止做水 会是如此 还有 科学家 拿 米饭来做实验 第一碗米饭 称赞他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真是太好吃了 感谢他 第二碗米饭 骂他 难吃实了 我很讨厌你 第三碗米饭 理都不理他 一个礼拜以后 结果出来 第一碗米饭 有一点发酵 香香的 第二碗米饭 已经臭掉了 发黑了 第三碗米饭 比第二碗还要臭 还要黑 这个实验很有味道 你看 都不跟他讲话 理都不理他 更严重 这代表 冷战比较厉害 还是热战 是吧 你热战 夫妻之间 骂一骂 情绪宣泄一下 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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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比较没那么严重 反而那个 在那里 忍战 一直撑 双方都会 很有压力 也会 很痛 因为 常常 把情绪 发泄出来 最多是得心脏病 假如 都闷着 不讲出来 会得什么 对啦 会得癌症 所以更严重 那时候我刚好 在一个课堂上 讲了这个 三碗米饭的例子 有一对夫妻 带着他 儿子来听 第十规 父亲坐在右边 妈妈坐在左边 他那 五岁左右的儿子 坐在中间 我把这个 三碗米饭的例子 讲完以后 那个先生 他往后面一退 然后用他的手 去拍拍他的太太 他儿子还坐中间 拍拍他的太太 拍了两下 然后用眼神 看着他太太 我在讲台 看得一清二楚 他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老师的功利 就是他太太都跟他冷战 我在上面看到这一幕 替他替那个男人 冷汗直流 就看到他的太太 很不容易 你还不去把原因找出来 原因就在啊 帮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连声肯定 连声鼓励 连声感谢的话都没有 他会生闷气 久了之后就会爆发了 夫妻之间要互相感恩 互相感谢 常常要记住 好话一句啊 你们还没背起来啊 好 这个 要夫妻相处 懂得如何去增进彼此的关系 如何去改善家庭的气氛 不要呆呆地处在那里 只期望别人变 自己都不变 而当先生本身啊 比方生活习惯 比较懒散 懒惰 突然有一天 兴高采烈 来帮你拖地 拖完了地以后 你去检查一下 有拖跟没拖一样 这时候怎么办 出来骂一场 你是怎么拖地的 乱拖 好 你先生看你 好 下次你自己来 是吧 你小如如 他拖完以后出来说 哇 你第一次就可以拖那么干净啊 真不容易 那你先生说 好 明天后天我再帮你拖 是吧 不只小孩要慢慢鼓励 大人也要慢慢引导出来才行 慢慢去把正确的态度 正确的生活习惯养成 这是忍得明白 再来要忍得为大局着想 一个家庭的气氛 假如常常吵闹打骂 这孩子心里一定有病 各位朋友 太多人的忧郁症 根源还在家庭当中 有一个少女 十多岁就离家出走 后来啊 命运乖传 遇到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不放他走啊 给他吃白粉 他现在三十几岁 三十出头啊 在戒毒手 接受啊 访谈 访谈的时候 他讲到 他十多岁出社会 常常跟人家打架 看不顺眼就打 他说他打架从来没有输过 为什么呢 他每一次跟人家打架 都很想对方活活把他打死 他根本就不想活了 当一个人根本不想活了 你打得赢他吗 你打不赢他 那为什么一个人的内心这么样的悲观 根本不想活啊 就是从小 他的父母常常打架 常常闹翻天 他对生活 他对生命 没有什么 乐趣 没有什么期望 很早就想离开这个家 当家庭气氛不好啊 你的孩子都留不住 而这样的孩子 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判断力 去找一个好的对象 太困难 很多的悲剧 就一场接着一场 演下去 不只父母的关系 会影响孩子的人格 婆媳的关系 也会影响孩子 我们问一群六七岁的孩子 问到 假如要找一个太太 应该用什么标准 她应该具备 哪一些态度特质 小孩讲最多的一个答案 大家应该会很惊讶 小孩说 要孝顺奶奶 你看哦 这是从孩子的嘴里讲出来 因为爷爷奶奶对他很好 妈妈跟他也很亲 当他看到 婆媳在争吵 其实孩子是最痛苦 家庭的气氛 影响 深远 而有一个好的妈妈 当她的榜样的话 男孩子也懂得选好对象 女孩子也懂得笑法 母亲 所以才说 娶一个好太太 家族可以 旺三代 好 这个是为了孩子健全的人格着想 我们忍下来 而唯有你能够忍得下来 能够提升你的德行 学问 你才能唤醒 另一半的惭愧之心 因为人都有良心 只要你真正的都尽自己本分 不跟他一般见识 自自然然 他就会去反思 去修正他自己 这个夫妻的良性循环 就开始了 好 夫妇正了 关系好了 父子 自清 因为在好的环境之下成长 人都懂得感恩 懂得报恩 这不用太刻意去 去用言语来教 记得 常常 早上爬起来 下楼来 准备吃早餐 都看到熟悉的身影 母亲在那里 坐着早餐 这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常常浮现出来 当我们需要父母的时候 父母都在 这样的孩子 非常有安全感 不管他人生在外 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冲突 他只要走进这个家门 心就马上怎么样 得到一种安抚作用 这是我 人生的体会 好 父子自清 而兄弟姐妹 也很和乐 我两个姐姐 对我都相当的照顾 记得在 念大学的时候 我念大一 我的姐姐念大三 那时 我的身体 有点虚弱 有在吃药 一包这么大的中药 要熬成一小碗 那住在宿舍 又不能自己熬 因为其他的室友会抗议 我的姐姐主动把药拿去熬 一天还要熬两次 每一次还要熬一个多小时 熬好以后又从学校外面 端进校园 而宿舍往往都是在 学校的最边边 到了男生宿舍 还不得其门而入 因为门口写着 女病止步 我的姐姐还要绕到 我住的窗口 给我敲几身 然后我看着窗外 姐姐比了一个手势 吃药 就赶快跑出来 端着这一杯中药 各位朋友 还没喝下去 病都快怎么样 你们怎么知道 那种亲情天伦 给予人内心的一种安慰 一种安抚力量很强 把它喝下去 好 这是兄弟姐妹 有很深厚的情感 当一个人对父母懂得念恩 他到社会上 去工作的过程 只要遇到真心提拔他 照顾他 爱护他的上师 同事长官 他对人那一份感恩心 自然而然就油然而生 从这里我们也理解到 这个关系叫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这是不会错的啦 假如他连父母都不孝 说会对公私忠诚 那是不可能的事啊 这是真理 有一些企业明白了这个真相 在应征员工的时候 会有一张基本的资料填写 其中有一栏叫 你领到第一份薪水 你会怎么运用 假如里面没有一条说 奉养父母通通通刷掉 还有一些大公司 他在评选要提拔哪一个人 当高级主管的时候 都会先去了解他的家庭状况 对父母有没有笑 对妻子儿女有没有道义啊 好 而兄弟姐妹有爱 他在家里就懂得 互相照顾 互相提心 接触了同学 接触了同事 朋友 他那一份态度 也很自然就出来 夫妇正了 这个五轮很自然就正了 这叫刚举啊 牧章啊 好 那这个夫妇的关系要处好 家庭的气氛要经营好 一定要夫妇有别 别在哪 别在执者 别在生共合作 而家庭当中 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经济问题 要让家庭呢 生计有着落 这个家才能顺利的 去生活 另外一件大事 是教育下一代 这两件事都抓好了 这个家 保证会越来越兴旺 好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现在的家庭 谁抓经济 谁抓教育 夫妻两个都抓经济 谁抓教育 电视抓教育 外劳抓教育 阿公阿嬷做教育 抓出来的下一代 变啥样子 你看那个有外劳的小孩啊 他生活能力极差 因为 他要出门 坐在椅子上 双脚一打开 那外来要赶快帮他穿袜子 穿鞋子 给他事后的服服帖帖 后来他去念小学一年级 老师分配 分配给每个人扫地工作 小朋友会跟他老师讲 老师 我跟你商量一下啦 你帮我扫地 我给你钱 对啊 生活能力极低 诸位朋友 这个孩子的福报 不知道什么时候花完了 当他花完了 他的生活能力这么低 他以后是什么下场 这都不是真正的 爱护孩子 你外劳来带你的孩子 连国语都讲不标准 因为小朋友学语言 是以耳朵为主 能听得发音正确 他的语文能力就好 而语文能力又是一切学科的什么 基础所在 教育孩子这件事 疏忽掉了 中国话说 不孝友善 吾厚为大 什么叫吾厚 没有生叫吾厚吗 假如生了十个 十个都是流氓 都是败家子 那叫吾厚啊 那叫搞得子孙 搞得祖宗 名誉都扫地啊 那哪叫吾厚 吾厚就是有 好的子孙 有厚就是能承传家风 的子孙 让你的家族能够长久不衰 这样才叫有厚 假如孩子的行为 德行都偏颇了 你每天要担心 我的儿子今天会干出什么 会做出什么 你这样纵使有钱 有社会地位 会真正得到快乐吗 现在的人过的生活 都是打肿脸 充胖子 真正家庭的状况 几个人敢讲出来啊 一定要分工合作 这个家庭才会合得 我们光说一个家庭气氛好了 三餐都吃外面 哪来的家庭气氛 很多的母亲 拿了几十块铜板放在那 那个铜板叫早餐 那个铜板变成早餐了吗 你看 现在家长 好像觉得有钱给他 就是 这样做起的父母 人现在真的 那个道义越来越薄 什么叫笑 哇很多年轻人觉得 我有拿钱回去给我父母 我已经很了不起了 世风日下 人心不苦 那几十块铜板 不叫早餐 那几十块铜板 可能是零食啊 那几十块铜板 可能到游戏机里面 打掉了 孩子正在发育过程 都没有注重营养 往后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在医药费上 你赚的那些钱 划算吗 人真的不大会算啊 你都不煮饭 你看看那个 三餐都吃外面的男人 那个肚子会 越来越大 到时候中年 又得了个高血压 又得了个糖尿病 那是钱买得回来的吗 一些大企业家 都会跟我讲 年轻的时候 是用命赚钱 上了年纪 四十几岁了 是拿钱 买命 这样的人生 有什么乐趣啊 对啊 一个家庭气氛 一天 最起码要在家里 吃两顿 我父亲几乎啊 每一餐都在家里吃晚饭 那时候常常有一个口号叫 爸爸回家 这一句话对我来讲 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对多少的家庭 是一种 需求啊 是一种 渴望 家庭也好 夫妻关系也好 那是需要 经营的 是需要 互动 关怀的 我非常多的学生 早上 都没吃 问他们 你妈妈没有煮吗 他们说 妈妈还在睡觉 在 九点多十点的时候 这些孩子脸色发白啊 饿得不行 那时候 刚好我发现 有一个饼干叫 配牙饼 不含防腐剂 不含色素 很营养 我随时都在抽屉 放一包啊 然后 拿出来 这些孩子马上就 围过来 老师 给我两片吃吧 对啊 你看 家长啊 你那些钱 到底花到哪 到底值不值得 真正有钱 就能把孩子的身体搞好吗 就能把孩子教育好吗 我观察过了 全班前十名 差不多有十个有补习 十个没补习 而那个有补习的人 怎么准备功课呢 考试前 把 老师把他收集的那一张 考前总整理 拼命背 拼命嚼 恨不得把他吃下去 他背后的动力 就在 那个名次成绩而已 这样的学生 我都可以预料 当月考考完了 他那一些知识学问怎么样 大半都 还给老师了 钱花了 不见得有效果 好 这一节课我们先上到这边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